好,那我們先來 本來我應該先講系統拆檢 但是因為現在是下午 大家可能比較想睡 所以我們先來講這個資料表現 在解決問題的時候 舉幾個實際的案例 如果你是一個公司的老闆 如果你是一個年輕兩百萬公派的 公司的管理者 然後那個你完全不是會計科的 你看不懂報表 如果你的市場經理拿了年度報表給你看 請問你看得到嗎 你根本不知道公司到底有沒有賺錢 要看哪裡 什麼年度已經收到什麼純 看不懂對不對 學過會計的人才看得懂的東西 可是他給你就一堆數字 這是誰的錯 經理的錯 經理的錯 他沒有這個能力 他沒有這個能力 那如果今天這個經理 他把這些數據 化成像股票一樣的圖表 是不是就一看就懂 對不對 我知道我們七月很賺錢 那個九月就掉下去了 知道他的公司的賺錢的趨勢 然後他就會去想說 那為什麼七月會賺錢 然後再去研究那個問題 然後可能就會發現說 因為七月放假了 所以電腦大賣 學生都買去打電動 之類的 就可以找到後面的一些因素 然後再做後面策略的修改 對不對 所以這個就叫做資料表示 當你有一堆數據要沉睡給別人看的時候 你想要有一點說服力 那你如果只給一堆數字 很抱歉你的長官 不會欣賞你 他也看得不是很清楚 就算他真的是會計科的 你出去你的能力也不強 就算是嗎 我們不是很難拿 將是正確的 我們現在成功 我做什麼 感谢观看